泰式咖... 泰式綠咖哩飯 新上市 最近流行綠咖哩嗎 還是有點擔心它會不會跟那個3點5分的一樣 香茅 檸檬葉 青辣椒 椰漿 新香開胃 看起來很一般 泰式綠咖哩飯辣 548到8月4號 今天1號 65塊 後面2016 好 欸 微波多久 它這個怎麼沒寫 3分08秒 好了 這個從遠遠的 就聞得到這味道很香 很燙 啊 真的很燙 哇 真的很燙 醜醜的 看起來很 異國風味 哦 下面的飯的熱氣 哦 有微微的咖哩味 有一點酸酸的味道 哦 我要 為什麼 多了一個這個 是要我吃的意思 哎呀 來 倒進去 喂 哇 這個跟全家那個 凍飯系列一模一樣的那個配置 大小搞不好也一模一樣 殼子不太一樣 哇 哇 有個像羅勒耶還是九層塔的東西 上次那個什麼3點5分的是雞肉嗎 這個是什麼肉 哎 我已經忘了這是什麼肉 它好像完全沒有寫什麼肉 可能在那個成分內容裡面 看起來還不錯 來看看有什麼 這個豆子剛剛沒調味的來吃吃看 有調味太燙了 還可以 這什麼肉 好像是豬肉 來吃吃看 嗯 還蠻好吃的 這個綠咖哩的調味 比那個 小廚師的那個味道辣 而且更濃烈 就泰式的風味更明顯 這是什麼 完了這個能不能吃 該不該吃 像茶葉一樣 不能吃 還有什麼 洋蔥 辣椒 還是番茄 看看 這是辣椒還是番茄 好像是彩椒 聞聞看 一般的咖哩飯 加一點點 泰式的那種 一定會很好吃 我覺得 我發現我很愛泰式的東西 就像那個 泰式打拋豬肉飯 開箱之後 我去全家 每次都會買一盒 放在冰箱裡 餓了的時候吃 這個也是 哇 這個好吃 跟打拋飯比起來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吃那個打拋飯 因為 它那個比較辣 然後也比較 酸溜溜的 這個是咖哩味比較重 然後 辣 而且是蠻厚實的辣 嗯 那個醬汁很柔滑 很creamy 類似馬鈴薯燉肉 的那種 湯汁 蠻好吃的 現在是 7分以上 嗯 肉的話 肉不是很多 嗯 這肉感覺太少了 肉的味道還 略遜一籌 嗯 很好吃 這多少錢 65塊 好像跟那個 打拋豬肉飯差不多 它是不是要跟全家對抗 才出這個 蠻好吃的 我很喜歡這種味道 湯汁越多的地方就越好吃 確定就是肉不過多 湯不過多 我不喜歡這種 會沾不到 就算沾到了 也是很 稀微的那種 氣氛吧 除了那個味道以外 沒有給我特別 了不起的 嗯 真的很 很creamy 奶奶的味道 很柔滑 是柔滑 不是絲滑 這個飯 也 剛剛好 就它的配料 這個什麼 像彩椒的東西 跟豆子 豬肉 加洋蔥 就 嘴巴裡面的 那種感受 有點 寂寞 這個 泰式綠咖哩雞 7-11 的 嗯 可以去試試看 才65塊 比一般的便當便宜 OK 7分